一向拮据的美牙 竟然买了价值八万八的顶级超豪华寿司套餐 美高兴两分钟的广志 心痛到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天西装革履的广志 正在和有美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谈人生 只见有美给广志送上了爱心大饭团 广志一看好大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塞进了嘴里 然后下一秒 美牙打开纸尿裤一看 还真是人工化肥 好恶心的起床方式 这时睡意旁的小星哭了起来 还真是稀奇啊 于是广志将小星从痛苦中唤醒 美牙好奇问小星做什么噩梦了 小星委屈地说梦见爸爸 被调到遥远的岛国公司了 正好今天是发新日 美牙决定晚上吃顶级豪华寿司套餐 却可怕小星 还有广志兴奋坏了 转眼广志便下班回家了 贴心的美牙连酒都为他热好了 让他先吃自己再做个汤 广志不客气地开始享受起来 就在自己要倒酒时 孝顺的小星想给爸爸亲手倒酒 然后 广志直接无语了 低头一看酒都满出来了 就喊着要抹布 一旁的小星问是要金的还是赢的 你呀的还有心情跟我玩金斧头啊 赶紧给我拿抹布 然后下一秒 接着小星拿着饮料说自己也要用酒杯喝 广志没想到儿子学习能力这么强 只见小星端起来一口闷 一脸回味的表情 没有十年酒龄根本就喝不出这感觉 这时一边的小葵也要这样喝奶 广志直接甩出奶瓶 你就别想了 结果 最后只好老实地给小葵买上 三个人一口闷 接着就是吃寿司了 小星直接拿起一个海胆寿司就往嘴里送去 这可把广志心疼坏了 你倒是慢慢品尝一下呀 小葵也抓向寿司 广志连忙上前阻止 你还小不能吃 当看到小葵手上的鲑鱼子时 真是浪费 牛奶味的鲑鱼卵 小葵看到手上的好吃没了 然后下一秒 小葵 气得广志就教育小葵要听话 随后捡起地上的寿司就吃了起来 这时小葵又哭了起来 聪明的小星直接戴上了帅哥面具 小葵立马就不哭了 没办法的广志只好戴上面具吃了 这时广志发现酒冷掉了 便要再热一热 让小星看着小葵 可广志刚走 小星又想排化肥了 这可怎么办 正好看到门外可怜的小白 小白小葵就交给你了 小星刚走 小葵就不客气地动手了 等广志回来时 心痛的广志连忙捡起地上的寿司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打工赚的钱买的呀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连个小孩都看不好吗 是 对不起 可怜的广志只能边哭边讲啊 我想做小孩都骂 military 可以了 si 也不费 开 ед